小朋友督球原來挺有型的 有神奇小子之稱的桌球一哥 副家長Marco 最近在太古開了一間綜合桌球 和科學科理論的兒童桌球學校 專為四至十歲的小朋友 提供香港桌球總會認可的課程 其實打職業打了這麼多年 其實一直以來都夢想成為一個桌球的教練 但有了小朋友之後就更加覺得 應該要訓練小朋友 向著這個方向去做 可能會更加有意義 所以就集合桌球和兒童教學 這兩個理念一起 就開始了這個兒童桌球學校 Marco說他自己都是八、九歲才開始打桌球 當年比同齡的小朋友高 但都只能打到成人桌球桌邊的球 所以現在學的兒童專業桌球桌比較矮 最小四歲都可以學打桌球 一般我們打的桌子就是六乘十二呎 這個就是三乘六呎 高度就很明顯矮了很多 80cm的高度 那些球球呢 其實就比我們一般打的球 就小了一點 因為要遷就那張桌子的比例 但是因為那張桌子小了 所以平時我們打開是十五隻紅球 現在就可能要打十隻 或者甚至乎是六隻紅球 桌球桿 即我們用的Q 最大分別就是高度 因為我們平時用的Q的高度 是要去到球員的肩膀 但這個很明顯就是去到我這裡 如果再小一點的小朋友 就要再打一些再短一點的Q 那這些Q其實都是入門級的Q 尤其是這一支 是非常輕的 基本上是空心的Q 這個是一個道具 讓小朋友可以慢慢去適應 即是知道怎樣去拿這支Q 怎樣去做好姿勢 手限協調 這個非常重要 打桌球來說 還有比如集中力 心理的調整 打桌球的時候始終都會比賽 所以其實都要面對贏輸 面對逆境方面 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這些小朋友都會學到 還有會學到一些物理 數學、科學、跨學科的知識 例如我以前是可能比較急躁 但打桌球之後 耐性好很多 因為想小朋友更加容易吸收 以及培養對桌球的興趣 所以課程就會以組隊遊戲比賽方式學習 多點趣味又好玩 如果小朋友未學過 第一次玩呢 四課課程之後 就會學會打桌球的基本姿勢 以及掌握身體的協調 當然還有怎樣刮白球入袋 以及認識不同顏色桌球的計分